你好,我是王书彧老师 在我们用Rome记笔记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笔记的上下文 一本书我们可以直接标定页码 网页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原始链接 或者是存储的快照 但是有一个东西 它的这个上下文是非常的难以处理 那就是视频 一般来说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从这个网上 一些视频当中学到了很多 这个相关的知识和技巧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记笔记的时候 帮助我们将来在回顾的时候 能够跳转到这样的视频上下文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视频本身比较长 有的好比说达到二三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例如说一些讲座的录像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将来我们想跳转的时候 往往只有一个链接 那么就使得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视频 却找不到那个具体的定位 我曾经有一次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在文章当中写到说 有一个人他在一段视频里 他说过什么 或者说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就会有小伙伴来问我 说具体是在哪一段里面 然后我一看那个视频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就只好从头又找了一遍 所以当时就觉得这种记录的时候 力度不够细 就会导致一些问题 那么最近我发现 有一些这个方便的扩展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在ROM Research当中 至少我们用YouTube来这个 进行这个视频观看的时候 记录笔记的时候 可以直接的精确定位到相关的时间戳 使得我们在里面点击那个时间戳链接 就可以快速的跳转到这个具体的位置 当然之前也有开发者通过其他方式 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功能 不过用起来我觉得有些麻烦 现在呢借助这个之前人们的开发的成果 加上最近ROM 42出的这个Smart Glocks 使得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快速 把一个视频的链接转换成 我们记录视频笔记的场景 并且可以帮助我们一键生成时间戳 记录笔记 之后可以点击这个时间戳 跳转到具体的位置 我最近用它看了几段这个相关的教程等视频 觉得非常的方便 在此呢把它分享给你 这里面呢主要是以下的几个部分 首先我先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生成最终的这个效果 先让你看一下要不要来这个实践它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现在这个YouTube链接 这是我们准备要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在这个YouTube链接里 尝试使用我们的Smart Blog 然后给它加上这个时间戳 那么方式是这样的 我们先到了这样的一个YouTube链接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去找 这里有一个Z shortcut 然后我们选择它 那么它自己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视频放到里面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我可以播放 例如说我在这开始播放它 那么缓冲之后这就开始了 现在呢注意这个时间是这个零几秒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给它加一个时间戳 例如在这里 AdTimeTimeStep 你看这是在第五秒钟 我们可以说啊 这是假如说这个叫做开场 然后我们还可以拖动 把它拖动到某一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 哎 讲的是这个 把这个笔记 它进行的这个拆分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在这再加一个 我们说这里叫做笔记拆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先暂停 这里我们先看看这个拆分的部分 它是从四分半左右开始播 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开场呢 它就从这一开始就是第五秒的时候开始播 给你演示了效果之后呢 下一步是我来给你说一说 怎么样去安装 这里面我们要用到的这个插件 就是这个ROM42 这是一款非常重要的JavaScript插件 使得我们在ROM当中 可以做很多的相关的扩展功能 我觉得有必要把它来说一说 这个首先我们在这儿可以开一个新的页面 就叫做ROM42 然后呢 安装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先是双大括号 然后ROM.js 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用JavaScript控制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回车 这里呢 锁进一下 然后呢 三个翻译号 这里就是代码 我们把它的这个安装代码拷贝进来 这是它的这个安装代码 我在里面就是主要是修改了一处 就是原先呢 这是历史一流问题 原来是ROM42.glitch 然后现在呢是ROM42.test.glitch 这个有了它就可以来使用一些这个实验性特色 例如我们后面要用的SmartBlocks 注意这里得是JavaScript 然后这里不算完 你必须得在这点一下 Yes, I know what I'm doing 这是告诉说这个风险 我知道了 你给我运行它 然后我们点一下 你会发现 这里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 它的这个逐渐的在这个出来了几个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 对 这里出现这个东西 主要是因为我把那个历清的那个 它的相关的那些这个卡片式的代码也都放在这了 你如果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挺有意思的 然后现在你会看到这里有这个ROM42 然后你看看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初始设置 包括有一些这个教程可以拿它来使用 这里有那个实时预览 然后还可以用这个纯键盘来操控 但是甭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ROM Research Graph里面 就相当于有了这个ROM42扩展的安装了 而且呢这个SmartBlocks实际上都已经安好了 那么安装了ROM42之后 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其中的SmartBlocks 它的基础功能 这个呢可以帮助你在后面自己去实践很多其他的功能 以及呢在后面我们讲解如何把它和我们这个时间车记录结合起来 也能够让你得心应手 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样例给你看一个模板怎么样来定义 这里呢我们给它起个先给它起个名字 SmartBlocks 这个 然后呢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去写它的这个模板 但是我建议你把它放在一起 我那个就叫Templates 然后用我的这个名称 那么这里头你可以就是随便的来起这个模板的名字 好比说我起个名叫Basic Basic然后这个你得注意它后面必须要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才能用 叫Smart 好 42 SmartBlock 42 SmartBlock 你注意这大小写啊 S和这个Block的这个B 这两个必须得是大写 然后你回车一下你会发现它这个前面给你变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 这就证明着你添加这个标签是对了的 然后好比说我这里就叫做这个MyToDoTask 你注意啊这个第一行这个就是你有这个42SmartBlock这个有这个标签的一行 这个最后是不会录入到你的那个最终形成的这个正文那个文字里面 它都会这个被忽略 所以呢假设你要是呃�呐呈现在一个就是我的一个什么Tututask 然后下面有一些这个子项 那么从这开始就是这一行开始才会真正的最后去是这个作为模板给你填写进去 从这开始 啊然后呢 我анные你可以去插入一些它这里面这个啊常用的一些语句 例如说我在这里我想给他显示一下 他的这个时间和日期 我这里这个date这个不用说 然后是你如果想输入 这个42smartblock里面预置的东西 你可以用两个分号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了 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叫date 你看这里有一个date 这就可以输入这个日期 然后我们在date里面 我们给他来一个today 就是输入每一次 就是我这个什么时候来输入的一个task 然后我就用today 这个就是随着你哪天输入 他就给你显示成哪天 然后我们还可以来一个 还是两个引号 然后把time加起来 这个time 好了 那么在第二行 我们来这个输入一个我的一个task 我们这个好比说 把它叫做一个sample task 然后我们用这种这个rom里面 用这个alt加上这个cmd 加上这个回撤 这样的话 他就给你显示成一个todo 好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这样的 我们叫做basic 它的一个木板 然后我们使用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daily notes 然后在这里 我们还是用两个引号 注意你只要呼叫这个42 smart blocks 就是两个引号 这时候有basic 那我直接来回撤 你看 my to do task 这一行要显示 然后date 今天的时间 以及我现在录制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时刻 然后下面有一个sample task 这样就使得 你不光是在你的笔记本电脑 你在你的这个ipad上面 也或者是你的手机上 都可以就是用预制的 这样一个木板功能 来把这些东西输入 这只是它最最基础的功能 这个我之前有同学演示过 其他的例如说这个随机的block 这种这种功能 慢慢去开发 但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作为咱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讲解 作为一个基础 有了前面的基础知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那么我们构建一个新的rom42 它的这样的smartblocks 它的模板 然后帮助我们去记录这个时间车 这个是romhacker 就是做这个rom42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者 然后它的smartblocks下面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issues 其实很多都是样例 就给大家展示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功能 我们现在进入的呢 这个叫youtube timestep 然后这里是告诉你 要把下面这些代码 拷贝到你的romresearch里面去 然后你才能够使用它 因为刚才我们演示了一个很基础 对吧 你也知道 这个有这个42smartblock这一行 最后不会去输入进去 所以这里就是给它起的 相当于是一个名字 这个写在前面 写在后面 没什么差别 然后后面这些是真正到时候 会加入到里面去的 那么使用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这是得一行一行来 你先拷贝一行 然后在这里头你输入一行 然后注意啊 缩进得跟人家保持一致 它这不是给你演示这种缩进吗 对吧 这缩进 好 那你回车 缩进 缩进之后 把下面这个 还是老老实实的拷贝吧 然后 在下面 这里 把这个拷贝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粘贴 回车 然后再下一个 再后一个 好 到这里 你就把这第一个 它的这个样力模板输入进去了 但还不算完 因为它实际上这是两个 这是两个 这是一个bonus 这个Z shortcut 就是我上午给你演示的 所以呢 找方案抓药 咱们把这个也输入进去 这样 这样 输入的时候 反正得注意 得拷贝全了 不全不行 不全 这个出不来的 然后下面是问题 你看这个里头 还有缩进 它是缩进里面套着缩进 所以你一定得 注意好了 这个先缩进 再拷贝 再缩进 对吧 把最后这两个 给它拷贝进来 好 这样就 看看啊 这个 这个差不多了 好嘞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给它输入进来了 但是这里还不是大功告成 我们下面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那些 之前人们开发的 关于记录时间冲的基础功能 也得引入进来 有了它和我们的 Smart Blocks 模板相结合 才是最终能够实现 我们想要的功能 有了刚刚的设置 作为基础 下面我们来尝试一下 实际使用 这里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Daily Notes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来 尝试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 YouTube的网址 然后就根据我们的 刚才使用的 这个Smart Blocks 的方法 我们用两个分号 然后呢 还是这个 Z Shortcut 你会发现 它把我们的这个整个 这都变成了 加入了标签 然后呢 说明这是Video 然后呢 这里都有这个显示 在这 挺好啊 好 下面我们在这里 这个 Add一个 Time Stamp 点 你会发现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你得知道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什么 这里实际上 Smart Blocks 就是一个 母板 它里面有一些 它自带的功能 但是呢 我们这里加入时间戳 不是这个母板本身提供的 是由另一个东西来提供的 就是我们这里头 它叫这个 C3 Founder 它的这个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ResponsiveTimeStamped YouTube.js 好 既然在这儿 那就好吧了 我们把这个 点击 然后我们选择全部 回到我们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来建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里叫做 YouTube Time TimeStamp Js 然后这里呢 还是按照刚才的方式 大括号 Rome.js 好 又出现了这个 让我们确认的东西 我们先不理它 还是三个反引号 然后把刚才的东西 整个拷贝进去 拷贝粘贴 好了 现在我们再点一下 Yes I know what I'm doing 好 现在我们回到 刚才的这个位置 我们 这里 好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来把它的这个URL 把这个URL找出来 URL是这样 好 这里呢 URL我们重新放回来 然后这里 使用这个 加上这个 ZShortcut 好 这一次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AddTimeStamp 你会发现这个时间 就已经能够正确的加进来了 好 比如说我们这叫 Starting 然后呢 我们播放的时候 往这边走一走 比如说到这个中间的部分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叫做 MiddlePort 好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 回到开头 然后回到中间 根据我们的这个 可以迅速的来找到上下文 这就是我们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这个按钮不太好看啊 咱们把它变好看一点 好看一点的方式其实也简单 我们在这里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ROM CSS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控制它的这个外观 那么这里我们就把它叫做 这个YouTubeTimestampButton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这里 注意刚才这里上面有一个 CSS 我们ROM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都给它拷贝下来 回到这里给它粘贴进去 注意这里把它改成CSS 好我们再回来 现在看到 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有了一定的橘色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全流程的介绍了一遍 关于如何能够实现 我们的这个 在ROM Research当中 记录YouTube视频 到具体的时间戳 方便的帮助我们去记录 以及跳转 希望它能够帮助你在记录 视频学习笔记的时候 更快速更高效 低成本的找到它的上下文 从而使你的笔记记录过程更加愉快 检索起来也更加高效和方便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